Excuse me, where's the lobby? Down the hall and to the left Thanks 美国总统川普1992年 曾经在经典电影 小鬼当家二纽约迷途客串演出 但现在却有网友喊出 要用数位的方法移除川普演出画面 在美国取消文化盛行 当迷人说出所谓政治不正确的语言 网友会群起杯葛和他罚 甚至发起抵制行动 从cancel culture的发展开始 他就变成说 他开始又把这个权利让渡给了 这个大的科技公司 定义什么是言论自由的辩解 第二他有实施惩罚的权利 就是历史上应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见 从数据来看 川普在2020大选拿下7400万票 比2016年还多了1200万票 根据美国盖洛普民调 川普是美国最受尊重的男士 但社群媒体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川普谨慎 左派一直在推行的取消文化 根源来自于马克思主义 先前总统川普就提出警告 推特蓄意扼杀 言论自由难道国会不了解 这是共产主义的开端吗 取消文化糟糕至极 因终结通讯端正法第230条 新台人亚太电视 叶如如 张宁婷 台湾特别采访 当时 感谢观看